第216集 愣在当场的李小美夫妇这才回过神来 各自端起一杯酒和叶好轩碰了一下 喝了下去 叶 叶大哥 谢谢你 李小美回过神来 这是叶好轩给他撑腰呢 他的那个婆婆一直以来都嫌弃他的出身 就算是大婚的当天也没有给过他好脸色看 叶好轩的身份不一般 他无非是想告诉他的公公婆婆 以后自己受了委屈 找他们算账 既然是叶少的妹子 那也就是我的妹子 来哥哥敬你们一杯 如果以后受了委屈 来跟哥哥说 不管是谁 我都让他们好看 一边的万民连忙站了起来 举起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我这个妹子家境不好 不懂的地方多 还希望你们做公公婆婆的 不要怪他不懂事 叶好轩 叶好轩扫了脸色发白的王菊花夫妇两人一眼 两个人的身子一颤 知道叶好轩这是在警告他们两个 意思无非就是 李小美如果在这个家受了委屈 她不会放过这两个人的 叶少 我们当然不会 我对小美会像亲生女儿一样 李绝花惶恐地说 她暗骂自己 有眼无珠 竟然把这么一个大人物晾在一边 而且还骂她是混吃混喝的 想起叶好轩可能有巨大的人脉和能量 她都忍不住浑身发抖 现在有些人势力眼见风使舵 但是本性是改不了的 小美啊 以后可不能做好人 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好 你尽管放手去揍 出了事情 我担着 叶好轩小的 我知道了 谢谢叶大哥 李小美感激地说 叶少请放心 我们一定会把小美当作亲生女儿的 一定会的 王菊花的丈夫惶惶地说 联想起刚才敬酒的时候 直接无视了叶好轩这一桌的人 她就满身冷汗 叶少 去首席吧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王菊花连连地鞠躬 不用了 在这坐着挺好的 我吃好了 马上就走 免得有人说我在这里混吃混喝的 要把财力钱吃回去 叶好轩站起身来 威慑已经达到了 叶好轩已经没有必要待在这里了 以后李小美的公婆 绝对不敢看不起李小美了 叶少 再坐会儿嘛 怪我们 我们招待不周 招待不周 王菊花夫妇两人浑身冷汗 这是叶好轩发泄刚才的不满呢 他们现在几乎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耳光 放着这尊大神的大腿不去抱 真是有眼无珠 叶好轩 一起来 其他的几个同学也没必要留下来了 万英卓兄弟两个也起来了 一大桌子的老家伙也赶紧起来 就算是不走 也得出门送送了 叶好轩和几个同学一起 打了出租车离开 看到叶好轩离开 万明踩抹了脑门上的一把汗 一把将万英卓拉到一边 小卓 你告诉我 那个叶好轩到底是什么身份 大哥 你别问了 我不能说呀 我得罪人了 万英卓哭丧着脸 他到底是谁 告诉我 万明立声道 万英卓脑袋一缩 他最怕的就是他这个大堂哥 看着他眼里的神色 他只得儒儒地说 就是前几天 我到清源惹的事情 我问你的不是这个 我问你他是谁 你不都知道了吗 你是说 叶家 万英卓不说话了 给他来了一个默认 万明这已经非同小可 他惊到 嫡系 嗯 大哥 我有把柄在他们手里抓着 你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 不然的话 我们万家都会跟着遭殃的 万英卓哀求道 你先跟我说清楚再说 叶家嫡系就那么几个人 我可没有听说过这个小子 难道 这小子来自民间 万明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是 万英卓艰难地说 说 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事关万家的整个家族 让万明不得不重视 是这样的 前几天 剑隐瞒不过去了 万英卓只得老老实实地把清源发生的事情给说出来 他越是说 万明越是冷汗直流 你是说 你擅自调动你爸的那位 还把枪指着手掌 万明咬牙切齿地说 大哥 我也不想的呀 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啊 我只是想弄点零花钱的 万英卓哭丧着脸说 混账啊 你这 你这是要把万家往局路上推啊 叶卿尘要是想整我们万家 完全可以给你扣上一个谋杀手掌的罪名 你他妈的成天不学好啊 现在惹出事情来了吧 啊 万明大怒 恨不得抽这个家伙几个耳光 大哥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骂我也没有用 我就是不知道这小子突然来京城做什么 会不会因为我 万英卓害怕地说 不会 万明想了想摇摇头道 如果叶家要动你 你以为你现在还老老实实地站在这里 看来叶卿尘没打算对你怎么样 这件事情 绝对不可以再外传 再接到叶浩轩 也装作不知道他的身份 就跟对待一个朋友一样 明白吗 哎哎哎 明白 我明白 万英卓连忙点头 有第三个人知道 就会有第四个人知道 叶家现在还不想暴露他的身份 记清楚了 万明再三叮嘱 我懂了 我不会再说了 万英卓吓了一跳 心里暗惊 拍马屁也要有个度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拍到马蹄上了 和几个同学们玩了几天 叶浩轩 叶浩轩送他们回清源 看着半空中越来越远的飞机 叶浩轩的心中涌出一股 怅然若失的感觉 几年不见的同学 就这样又分别了 这一别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见 摇摇头 叶浩轩转身走出了机场 算算时间 他来京城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 也到了去给陈若曦的小姑 陈茵去复诊了 正打算去的时候 陈茵的电话就来了 就是来问叶浩轩什么时候 去给他复诊 小姑 我现在在机场送几个朋友 一会儿就到你那边去 叶浩轩小道 你这小姑 叫得可是越来越顺口了 陈茵催道 你是若曦的小姑 我不叫你小姑叫什么 少贫了 看来若曦是喜欢上你的贫嘴了 马上过来吧 陈茵笑骂着挂断了电话 叶浩轩拦了一辆车 就向陈茵的家里走去 陈茵的丈夫是一位军官 虽然年轻 但是已经是少校军衔了 虽然陈家军中有关系 但是因为陈茵和丈夫当年的关系 不被陈家的一些人认同 所以陈茵的丈夫是全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地走上来的 其中的艰难 外人是理解不了的 陈茵的家在一个军属大院里 这里一般都是部队军官居住的地方 叶浩轩去的时候 只有他一个人在家 来了 这几天跑哪里去了 也不见你来个消息 我以为你把我的事情给忘了呢 陈茵见叶浩轩来了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叶浩轩是他最后的希望 虽然知道叶浩轩一定会来 但是事情一天不解决 他就心里发慌 几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京城了 所以就跟他们一起玩了几天 对不起啊小姑 让你等这么久 没事 反正我也等了这么久了 也不差这几天 朋友嘛 多聚聚也是好的 他犹豫了一下道 这几天 你没跟若曦联系吧 他怎么样了 还被他爸关禁闭 差不多吧 生怕不小心 他真的跟你私奔了 他爸现在提起你 连马上就黑了 陈茵摇摇头 叶浩轩苦笑 看来他这个岳父大人 对他的成见挺大的 小姑 我先帮你针酒吧 好 陈茵点点头 按照叶浩轩说的 半躺在一张靠椅上 叶浩轩取出向来 随身携带的金针 为陈茵针酒 陈茵当年流产的原因 叶浩轩并不知道 但是 也是那一次流产的不当 导致他的子宫臂 变得很薄 以至于这么多年来 都没能怀上孩子 叶浩轩之前给他开的方子 公载温补 一来修复他的隐疾 再者他的身体比较虚弱 这些都是不利于怀孩子的 过了半个小时 叶浩轩总算是针酒完毕 他把金针削了毒收了起来 需要几次针酒 一次就可以了 叶浩轩笑道 等会儿我再帮你开一个方子 想要男孩还是女孩都可以的 真的 还有这样的方子 陈茵吃了已经 当然 都是一些古方 不过有为天道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开的 不过为了小姑你 我就破一次力吧 谢谢 真的谢谢你了 那 我男孩女孩都想要怎么办 陈茵有些为难 骤然知道自己能做母亲了 那种喜极而起 慌慌张张的心情也不难理解 那 就双胞胎吧 不过小姑 你现在已经属于高龄了 如果一次两个的话 可能会有风险 你如果真的想一次要两个的话 我给你开一个温补的方子 你坚持一个礼拜服下几次 就没有问题了 叶浩轩思索了一番道 好好 就两个吧 一男一女 我会小心的 陈茵激动地说 叶浩轩所开的方子是古代的运方 是一名悬医写下的方子 只是这个方子有为天和 有违逆天道之嫌 如果用多了 会对开方者本人不好 叶浩轩写了方子 再三叮嘱陈茵 千万不要把这方子流出去 否则的话 这世界就乱套了 陈茵点头保证 把方子记在心里 然后把这个方子给毁了 这种东西 他自然不会流出去 叶叶啊 家里有客人了 就在这个时候 陈茵的丈夫 季兴也回来了 他提了一个包装相当精美的盒子 季兴也今年38岁 显得十分的年轻俊朗 而且能力出众 没有依靠陈家任何关系 凭着自己的能力 一步一步地走上少校的位置 这其中的艰辛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 兴也回来了 介绍一下 这位是小叶 清远的小神医 我跟你说过的 陈茵笑道 你就是小叶 若曦的男朋友 季兴也微微一惊 叔叔好 我是叶好轩 叶好轩笑着神出了手 你好你好 我听说过你 敢当面叫陈渊岳父 厉害 比我当年还牛 季兴也像是找到了直音一样 当年他和陈茵的婚事 季家的上上下下都反对 他就天天蹲在季家的门口 去赌陈茵的父亲 终于打动了陈茵的父亲 所以就同意两人的事情 但是当年最反对他们两个人婚事的 却是陈渊 叶好轩是唯一能让陈渊气得吃不上饭的人 所以季兴也对叶好轩的印象大好 叔叔您都知道了 叶好轩闪闪的笑了笑 我怎么不知道啊 叫姑父 不管陈渊认不认 反正你这个侄女婿 我跟你小姑认下了 季兴也大大咧咧的说 因为当年他和陈茵的婚事 陈渊大力反对 所以他和陈渊向来不对付 自从陈家老爷子不在了以后 他几乎从来没有踏足过陈家的大门 除了有些时候和陈茵一起去疗养院 问候下老太爷外 其余的时候和陈家的人几乎没有一点交集 那好 我就叫你姑父了 叶好轩大笑 终于又找来了一个支持他的人 胜算又大了几分 他就是要把陈渊给孤立起来 坐吧 我听你姑姑说你的医术不错 不知道你小姑的问题 你有几成把握 季兴也为叶好轩倒了一杯水 师承 叶好轩淡淡地说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季兴也腾地站了起来 又惊又喜 要知道 陈茵这个不孕的毛病已经有好多年了 吃了不少的药 也看了不少的医生 可就是没有一点效果 这些年他们夫妻两个几乎就要放弃了 一个星期前 妻子回来告诉他 说他们有希望 要孩子了 说实在的 季兴也 还有些不太相信 因为这么多年的求医 已经打击到了他的信心 但是叶好轩自信满满的样子 还是给了他极大的希望 我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 叶好轩笑了笑 说实在的 陈茵这种问题 在他看来 根本就不算个问题 他相信两人如果不出意外 一个月内 一定会如愿所长 好好好 小叶 我先谢谢你了 你就是我们两口子的恩人 季兴也激动地说 姑父 都自家人了 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 对对对 都自家人了 隐隐呢 多弄几个菜啊 我和小叶多喝几杯 那还有你说 你拿回来的这个是什么 陈茵拿起记忆心也拿回来的盒子问 哦 这个是我经过百草堂的时候 带回来的阿娇 今天好像是刘老添了一个增孙 而且午饭后会一送 今天的药一律五折 这东西听说是补品 所以我就带回来了一些 刘老 刘父亲 对就是他 京军区总院的大国手 中南海的御医 白草堂就是他开的 不过 刘老的号一般难挂 而且价格很贵 一般人还真挂不上 我看看什么样的 陈茵打开了包装 取出了里面褐色的恶胶 然后有些疑惑地说 这个能吃吗 我看看 叶浩轩接过来一块 放在了鼻端一文 然后笑道 不错 是正宗的恶胶 驴皮熬的 小姑服用一些吧 这个对身体也好 打五折应该不贵吧 一盒是三千 我不懂行 也不知道价格 三千 五折 叶浩轩吃了一惊 对啊 怎么了 叶浩轩摇摇头 把恶胶放在盒子里倒 没什么 不过这个东西 值不了这么多钱 其实恶胶最贵的 也就千把块钱 这只是补品 不是人参 打五折三千 只能说白草堂太黑了 刘富清是一名国手 而且还是中南海的寓意 不应该这样立以寻心的 追倒戏 反正是个人 来一个推荐 感谢观看